那我们今天就坐在我露营的这个营地的这个旁边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什么呢 是我们在房车旅行中如何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 房车旅行啊 它跟旅游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那旅游的概念基本上是你想去哪里 你就在你的这个地方 然后去那个地方 去实现你想去看这个东西的愿望 这个通常呢是比较短期的 或者是阶段性的 或者是现状的 放射性的现状的 在你的从你的居住点 居住的这个区域出发 那么房车旅行是不一样的 因为长期的这个房车旅行 它是一种生活状态 那么生活状态的时候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我们外部的环境 外部的环境气候 社会文化等这些要素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它的这个行为不是现状的 不是发射性的 它是一种环形状的 或者是有一种片状的区域性的 所以这个呢 它是房车旅行跟房车旅游的这个根本性的差别 它是以生活为目的 不是以旅游为目的 生活的过程当中 然后来安排你的整个旅行的行为和动作 这么长的时间下来了之后呢 我们最切身的体会是 我们最早的时候做了一些功课 考虑了来如何安排我们整个的 这个房车旅行的这种生活状态 通过接近两年时间的实践 我们认为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我们的这个总结出来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踏着这个气候 踏着四季变化的气候的节奏 来安排我们在美国的全美境内的这个环形 怎么来理解呢 其实我基本上是框定在一个范畴之内 就是说这个地方我要去的这个地方 或者是我这一段时期要待在这个区域里头 那这个区域里头 它的最低温度不能低于10度 我说的是摄氏度 那最高温度不能高于30度 也就是说在最舒适的 就人群最舒适的这种温度里头 10度到30度是我们最舒服的 当然你在这个区域里头 它也不可能 比方说我们总共就遇到过两次 就超出了我们预想范围的这种极端的天气状况 一个呢是在西墨西哥州我们所遇到的 那是在一个通常的情况下的温度 突然降温 大雪降温 然后这个气温下降到了连下 这个是极端的情况 就经历了一天 还有一次呢 是这个经历了一天 是我们从北加州向俄勒岗开进的过程当中 突然高温那一天 然后经历了40度41度 其实之后就 其实过了这一天之后 我们很快就进入了那个舒适的环境 以及它这个温度去了 所以卡着这个节奏走 我们我大概跟朋友们啰嗦一下 就是我们走的 这个以季节性为主导 来安排到我们的整个行程 我们最早的时候出发是从德州 那个时候是12月份 因为在那之前 基本上就是周边的 还有一些现状的 那个局地的这种旅行 我们就不再谈它了 真正的全职 进入全职状态的 其实是12月份开始 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是在德州 因为那个时候几乎就冷了 一定是要待在 德州的德州 以及德州的中南部区域 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舒服了 我们之后到2月份的时候 就穿过了这个密西西比 穿过了这个佐治亚 然后就到佛罗里达州了 到了佛罗里达州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体验 这个过冬的这个感受 就是为什么会有几十万人 每年会有二三十万人 特别是加拿大的这个雪鸟们 他会过来 在佛罗里达过冬 那我们就进去了 进去了之后呢 结果疫情爆发了之后 被卡在那个地方了 其实 因为我原来计划的时候 是4月份离开佛罗里达往北上 沿着东岸 以及东岸往中部稍微切一点点 然后做Z字形的这种行为 往上攀 结果呢 这个我们到5月份 到5月的初 到5月1号才开始离开 因为那个时候 卡在那个地方 他们不允许你走 给提供了免费的房车营地 你就在那生活 一直到5月1号他才解禁 你才能离开 其实我就是5月1号那一天离开的 我这个点因为记得比较清晰 在佛里达过了一个冬天 这个我们后话再说 去来讲 比对这个感受 整个在佛里达的这个冬天 我是不喜欢那里的冬天 说白了 因为事后才有这种感觉 因为事后你有体验嘛 你有具体生活的体验 它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温度过于高 高了之后 它的这个整个蚊虫的这个滋生 非常严重 那这样的话呢 佛里达的这个 我没有更好的解决蚊虫的 叮咬的这个办法 所以在那边被咬怕了 真是咬得非常厉害 我们北上 5月1号北上了之后 就离开了佛里达 就开始在佐治亚 那一块进行盘旋 好像深入了一下 这个阿拉巴马州 然后呢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 坐Z字形的这个往上盘旋 北卡呀 南卡呀 北卡呀 基本上是 5、6月份的这个时间 那这个时间在那里是真是太舒服了 整个算是他们的春天吧 包括大燕山 南岭公路 那个体验太爽 非常非常爽 我印象中呢 6月份其实就进到北卡 到7月份的时候 基本上到弗吉尼亚 DC呀 马里兰啊 好像 7月底的时候 我就上到了纽约了 纽约州 到8月初的时候 像 像那一片 基本上在那一片 7、8月份在那个片区 算是 暑期 那暑期的这个 早期 暑期的早期呢 在那个区域 真是 真是舒服 真是舒服 包括 包括宾州 包括宾州和康州那一片 做这个Z字形的这个盘旋 往上走 7月份的时候呢 还有 6月份的时候 还有田大西的这个 那一块时间的体验 也是非常非常爽 所以你会看 这个主要是在 我们在东岸 来体验整个东岸的这种文化 他的身后的一个状况 考察他们这个整个东岸的这个高校啊 学校大学的这种设置 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古的比较老的这种城市 看了一些东西 积累了一些见识 这个确实非常非常棒 这个这个 我们这个节奏的安排非常棒 其实到后边到 到深属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暑期的这个深度的时候呢 在那个地方就稍微有点热了 就尽快往北走 到8月份的时候 我记得到8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上到了这个福蒙特州了 到8月的中后期的时候 就干到缅州了 西汉布拉州和缅州 在那边呢 体验了一下 整个在美国的最东北部 最东北部区 体现了一下 那边的一个人口稀少的 这个丛林变生的 这么一个状态 到9月份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就往西走了 就往西走 开始回撤到 整个五大湖的这个区域 我们9月份 好像在密歇根州 那一片啊 一直到明尼斯达州 这个时间段 在整个五大湖区域 那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非常非常舒服 到10月份的时候 因为北边呢 靠北部的那个区域 就开始变冷了 有一些营地就开始关闭了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南下 南下了之后 主要是去爱荷华州 爱荷华州呢 主要想体验它这种广阔的 这种农业 包括这个五大湖南区的 这一部分 这个 对于他们农业的 这个区块的这个体验 做了一些深入的了解 那真是太爽了 那个区块 农业的这种状况 包括他们秋收的 秋天收割的这个状况 那么其实到10月份的 到10月份的中后期 我们就开始进入科拉多了 因为要赶在这个 10月下旬那个时间 中下旬的时间 大概在 14、5号到25号左右 那个 恰恰的那个区间点 来欣赏 美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秋景 秋天的这个景色 我们进入到了 科拉多的这个秋天观景的腹地 到了阿斯鹏 以及它的周边 来体验了它整个的颜色 那个秋天的树叶颜色的变化 从黄到红 从红到黄 然后这么一个过程 在科拉多州做了一些逗留 一直到11月份的时候 科拉多开始下雪 那个时候 刚刚要冷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南下 穿过了这个 穿过了这个 科拉多的南部进入 开始进入德克萨斯了 我们到11月份 回到德克萨斯 然后做车辆的 深度的保养和这个 和这个这个审验 因为年减 德州的这个车辆年减是要回去的 这一点不好 这一点比较讨厌 因为你必须要回去 那我们就此呢 也正好回去 一个是 做车辆的检验 另外一个呢 当时想 因为整个墨西哥海湾的南部 我们还没有去体验 正好呢 到12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移试到 整个墨西哥海湾了 在德州的最南部最南部的那个角 我们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体验了一下墨西哥海湾 体验了一下那边过冬的那种海岛的这种生活状态 也发现了非常非常庞杂 非常庞大的这种 在那里面过冬的营地和他们这个生活的群体 感觉非常爽 就是体验了55岁以上的人群 才能够进入的这样的过冬的房车营地的社区 大的房车营地的社区 上千一两千这样的大型的社区 还有我们使用的这个TC的营地 他们在那边 在那个海湾的区域 一个很小 不是很大的一个城市的区域 就有十几个营地在那里面布设 非常非常惊人 然后到一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往西走 到了这个亚利桑那 穿过新墨西哥州 在墨西哥州做了 稍稍做了停留 主要是在亚利桑那到一月中旬 一月底 一月上旬 我们其实一月上旬 一月十号开始进入亚利桑那 然后呢 在亚利桑那逗留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 因为在那边体验了整个亚利桑那的野营的这种风格 这种体验了有几个 一二三 体验了有三个比较大型的 国家土地的这个野营的这个区域 感受了整个亚利桑那的粗犷的 原始的这种沙漠的野营的这种状态 也体会了它浩瀚的这种广阔的这种 在那边野营的这种感受和区域 也看到了最美的沙漠的日落 号称叫美国最漂亮的日落在亚利桑那 我们也都体验了 每天都会看到 五彩斑斓 不同情形的 不同场景下的日落和日出 非常享受 非常享受 冬天的时候在亚利桑那的这个 房车旅行的感受太棒了 然后到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往西偏北进发到内华达 其实内华达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冷 还冷了一些 主要是去拉斯沃亚斯 以及内华达南部的周边呢 有一些地方 去做了一下这个 旅行 到三月下旅下旅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开始进入了加州了 在南加的区域做了一些时间的停留 感受南加的这个春天的这个风情 那时候已经进入春天了 春天的时候南加是最舒服的 各种山野的这种花卉开始开了 南加的这个有很多过去光秃秃的山 它在冬天和春天的交际的时候 是比较好看的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段 到五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开始往北 想往北拉一拉 就想进入整个中加州的这个区域 在五月份到五月底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开始进入中加州 到六月初的时候呢 就在北加州这一片进行活动了 随着温度的上升 就把我们一路往北推 我印象中七月初我们开始进入 七月初我们开始进入俄勒冈 在俄勒冈待了一段时间 体验整个俄勒冈的这个 海边的这个风情感受 以及俄勒冈的这种森林的这种覆盖啊 它这个满眼绿色的这个夏季 那边避暑夏天 还是相对舒服一些 现在呢是今天是八月二号 那到七月的中旬下旬 开始热起来之后 加州开始热了 我们其实就往北走了 我们一直没有感受到热 一直都是在二十几度的 这个范畴之内 来选取我们房车旅行的这个区块 那其实八月份 七月的这个进入了华盛顿州 七月到下旬的时候进入华盛顿州 在西雅图这边就开始逗留了 我们在西雅图的这个逗留 要大概持续到八月九月初 九月的几号我印象中 我定的最后一个营地是九月的 离开的时间应该是九月九号 我们就要从华盛顿州离开了 因为九月的上旬 其实这边也就逐渐温度开始下降了 我们要做好往东 往中部的这个撤离的准备了 那后续的安排呢 就是九月份往东撤离 大概基本上是在蒙大拿 还有一些这个怀俄明啊 这些中部的区域 那到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进入犹太 来体验整个犹太的这个过程 然后它只要稍微一冷 比方说盐湖城那个区域 再往南走 它只要稍微一冷 我们就会往南撤 只要一冷我们就会往南撤 所以这个时间是慢慢往后推的 那推到十一月份的时候 我们又回到德州了 因为回到德州要验车 验完车之后呢 再坐一下周边呢 还有其他的 有一些遗漏的这个补充 我们到今年的年底结束 我们整个美国本土大陆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所以呢 那跟朋友们分享 我们整个的这个时间 以及区域的节点的安排 其实大家是可以体会到的 我们主要是以季节性 以气候 以温度 以及结合了当地的这个区域性特点 来开展我们的旅行的这个活动呢 那这个周期的安排 我们除了感觉 我们想看的东西都能够看得到 那么我们想体验呢 有一些自然的 风情的 民族的 文化的 还有一些这个 大家比较趋之若鹜的这样 有一些地方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体验得到之外 那其实就是 三个字 就舒适性 非常非常舒适 我们整个房车旅行下来了之后 没有使用过空调 空调没有开 极个别的这个时候 有这么两三天的体验 你热了 把风扇打开 转一转 也就舒适性非常高了 它有的时候 夜间的温度感觉到稍微低了一些 我们有一个巴掌大的 有一个小的热的 这个电热的这个小扇子 小取暖器 那开一开 很快 温度提升个五六度 七八度 那个舒适度就非常强了 那在这个期间 除此之外 我们其实就是在 十度到二十几度 在这个区间里头 来 开展我们的旅行活动 这个舒适度太高了 太高了 既不使用冷气 也不使用 暖气 所以 你的整个身体的状况 它符合我们身体 最自然的 最基本的 对外界的这种温度的感受和要求 所以舒适度很强 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基本旅行的 来这种安排我们日程的方法呢 就是在我们的营地 跟我们营地的这种分布也有一定的特点 因为TT跟TC的营地 它主要是分布在东西两岸和南部 这个南部 亚利桑那 德州 这些区域 也就是说 它的这些分布 基本上是处在整个旅游区块的这么一个大的 具有一定的 你要体验的这个核心特色的这些地方 那么营地 我们基本上定下来了之后 用我们的皮卡车做周边的探索 大概可以辐射七八十公里的这个周边 这两年基本上下来 我们想看的都看了 想体验的都体验了 我觉得还好 总体感受还是比较爽的 感觉是比较完善的 整体上感觉比较好 我们用这种方法 用我们的这种切身的体会和体验 把我们对于我们旅行的计划的推进 分享给朋友们 也解决有一些朋友 总是在这种不知道怎么走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往后推进 给大家有一点点小小的提示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你们